美国农业部刚刚颁布了新的膳食指南 也就是告诉大家 每天一定要多吃蔬菜、水果、穀物、奶类 还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那么对于吃荤的朋友来说呢 要多吃一些瘦肉、还有鱼虾等等 那吃素的朋友呢 不要忘了摄入足够的坚果还有豆制品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 每天都摄取到很多新鲜的蔬菜 而是专家也说了 我们吃素冻的蔬菜或者是罐头蔬菜 其实它们同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还有就是水果 可能天凉大家不喜欢吃那么多的水果 那么专家呢是说 我们吃果干或者是喝百分之百的果汁 也是同样的有营养的价值 因为很多年长的朋友呢 喜欢说喝一些牛奶 专家建议呢尽量喝一些低脂奶或者是脱脂奶 所以千万不要去喝那种全脂的 其实全脂的里面是很多的油 其实说到蛋白质的含量的话 它并不是很多 刚刚颁布的美国农业部的膳食指南宗 令人兴奋的一点呢 我们看到说允许有百分之十五的不健康食品摄入 我们每天都可以吃百分之十五的不健康食品 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呀你看我吃垃圾食物啊 薯条汉堡披萨等等 是不健康的食物或者是我患有什么什么病 医生不让我吃这个那个 但是呢我们说每天其实可以摄入一点点 或者是隔天你吃一点点 你喜欢吃的食物虽然说不那么健康 但是你心情好 我觉得说换一种食物换一个胃口 只要我们心情好 我们就不容易得病 另外呢我们也再次提醒观众朋友 其实当我们蔬菜水果量都摄入的不够的时候呢 每天都要补充维生素 维生素D3 维生素C 还有心也是专家建议大家服用的 因为这三种的话 对于预防得到新冠病毒也是有帮助的 我是朱磊 谢谢收看 祝您健康快乐